國際消息要來看到 在孟加拉首都附近 有一間果汁工廠 在八號晚間陷入火海 目前已知至少有四十九人死亡 三十多人受傷 還有近五十個人受困在火場內 消防人員透露了許多傷者 都是從二三樓跳樓逃生時受傷的 工廠一開始是從一樓竄出火苗 目前還在調查起火原因 而當地官員表示 目前無法確認有多少人受困 相關單位正在離親當中 路透社報導 類似的公安事件 在孟加拉層出不窮 因為當地許多工廠都是非法經營 缺乏這個消防安全設備